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兰花 现在不少花友都喜欢养兰花 那么进入了三福田养护兰花 我们给它浇水是必不可守的一个工作 但是由于工作问题出差了 或者是有事不在家 那么这个兰花没人给它浇水怎么办呢 如果一旦给它干旱了 这个根水就会导致空根 给它浇了多水了 就会导致盆内积水 那么我们要怎么办 才能让它的盆土保持到温暖不湿的状态 那么今天就教大家一个小方法 像我们使用这种极料 是出极料的话 它蒸发的水分是非常快的 浇水也非常勤快 但是由于工作问题 没空再加给它浇水 就怕它干旱太久 那么我们就使用这个小方法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浇水神器 这里的设计 刚好插入一个矿泉水壶的一个孔 用一个矿泉水壶里面脏了水之后 我们把它插进去 这样子拧住 刚刚好 之后我们就倒着这样子放 这个出水口 它滴的水非常细 大家看下这个出水孔可以调的水分 看下可以出的水快 而且又可以调的 让它的水出慢一点 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浇水神器了 那么我们想要它滴水快一点 马上就滴快一点 想要它慢一点的话 它就马上慢一点 慢慢的一滴滴的滴下来 我们把它插到土壤里面去 一个月没有给它浇水 这个盆土都能保持到润而不湿的状态 如果去的时间太久的话 我们只给它浇水 这个兰花它导致养分不足 那么我们也可以使用这个兰科专用营养液 把它吸水到这个矿泉水壶里面 这样兰花就能可以保持润而不湿的状态 又不会缺乏养分是非常好 那么喜欢养花的花样们 如果由于工作问题 没时间照顾你的花卉的话 不妨我们可以用这个来试一下它的效果怎么样 好了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